好,我們繼續看 剛剛看到一個中國政策 這個都是自稱委員長 所以他一直穿軍服 為的是要領導 整個時間都放在這個地方 本來是他們以為說 蔣介石是宣戰 實際上他沒有定日子幾點幾分都沒有講 而且蔣介石不是當時的所長 也不是當時的總統 是什麼?行政院長的身份 請求烏敦今天行政院長 沒有資格來跟別的國家宣戰 那在1950年6月25日 韓戰爆發的時候 就打破了開羅宣言的意義 開羅宣言是用自己的memo 或是三個政府的領袖 即行局羅師傅還有蔣介石 這三個用他們自己的意象來記錄 那用意象記錄是用自己的小便條 而且都沒有簽名 沒有簽名 那像這樣的事情 怎麼會成為國際法律、國際條例 就像你們知道EGFA 2020年6月29號 中華民國跟那個中國 兩個中國人簽署EGFA的時候 為什麼中華民國的領導者 他不願意在立法院逐制、逐條來審核 簡單來說是 因為不是國家跟國家關係的條例 是一個中國的合法政府 跟流亡監管的人 不能用條例 因為條例treaty 這個條例treaty 是國家跟國家一間的關係 但是那個memo 或是delegation 或是宣言、宣言的 這些都不是國與國之間 我們台灣人一般台灣人知道嗎 我們一般台灣人知道嗎 不知道 只有參與我們民政府 可以知道 可以成功 所以真的是好的機會讓我們 所以他們在開朗宣言 有一個意向說 好想要把台灣給中華民國 有這樣的共識 但是剛好美國也很厲害 也不能 雖然有這樣的意向 但是不能侵入第三個國家 也不能進攻進入第三國 那時候我想有的人在分析 在解釋說 說不定是美國自己故意用這個六 六月二十五號韓戰爆發 那有的人是這樣猜測了 但是不敢確定 到最後 因為爆發了 中國人已經進攻第三個國家 韓國 所以開朗宣言 沒勝 所以他們 馬英九還有一般中華民國的高官 都是用這樣的事情說 開朗宣言 波士蘭宣言 都是已經把台灣歸入到中華民國 所以才派蔣介石派成宜 接受日本政府的無條件投降 是最上是不是這樣 不是 只不過是代表四個盟軍代替 就好像我剛剛所比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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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當事受到遺託 沒有財產權 所以這樣的事情很清楚都是受委託 沒有主權 所以今天沒有辦法就地合法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在戰爭法的規定 既然美國委託蔣介石 蔣介石應該也是用佔領者的角色 角色來成立台灣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 但是蔣介石厲害 他不成立 他用台灣最高行政長官公署來成立 那這個成立以後呢 那就變成台灣省 本來李登輝要廢掉嘛 但是美國不欠 因為這就是本身完全是民政府 民市政府的地位合力中 所以不肯不讓李登輝成為廢掉省 所以可以用動省 所以就動省到現在 但是台灣本身就是台灣嘛 沒有什麼省的問題 所以在美軍政府 他委託了中華民國蔣介石 也應該按照佔領戰爭法規定說 要軍事政府成立 但是蔣介石沒有成立這軍事政府 成立警備總部 這個警備總部專門抓人的 所以這兩個都沒有按照戰爭法 所以現在等著台灣民政府接替 就會真正台灣民政府出現 那這個警備總部本來就沒有了 就原來就回到美軍軍事政府 美軍政府 將來我們會有往這方面的路線 所以本來台灣他們以為說 既然給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有永久的佔領權 這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 這都是自行來製作的台灣的規定 以中華民國的規定 所以我們一般的台灣人 都不知道這樣的狀況 誰要告訴他們 你我還是要跟他們說 請求的最遂名 那到了 這也是時間上 這樣最後就行政長官是陳宜 那今天警備總部也是一樣 那他們太平洋 原來的太平洋戰區 蔣介是改為中國戰區 他就是把台灣介入納入到內戰 用這樣的事情來騙全世界 來也是騙我們台灣人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消息就更清楚 那今天陳宇 無論是碰到的一些事件呢 我們也看那個壽祥典禮在現在的台北中山堂 是怎麼有中華民國國旗 還有上面有美國國旗 那個我們也很清楚 因為美國在佔領台灣 這我們都知道 以前看看 全台灣540倍的公告人員 口齊 錄取就是五百多個 外省人 所謂的外省人 就是那麼多 好像在台灣喔 不是在中國 好像在台灣 我們都做五百四十個 中國一省哪一個省哪一個省 但是只有我們台灣人民 過人半月而已 這是最起初 你看他怎麼對待我們台灣人 所以整個生命財產都被中國人 我的姐夫是遼寧省的 結果我跟他談台灣的時候 他本來不贊同 我說姐夫啊 你現在的薪水也不是中華民國給你的 也不是中國共產黨給你的 是台灣人民的血汗錢 說我知道了 後來他慢慢因為常常談嘛 每次回去跟姐夫聊的時候 最遭也了解說 啊真的現在的政府 亂到這樣 馬英九也應該槍斃這樣 所以他們也恨到這樣的 那但是我們台灣民政府一定會拿到更好的地位 來幫助管理台灣人民 那像姐夫一樣要申請身份證 我說我已經八十多歲了 怎麼可以會趕上那個事件 沒問題 今年就可以看見了 可以明朗化 我就跟他們講 最後就有觀念慢慢改變了 好 你看這個現在黨紀都在繼續他們自己的 你看 黃金平和馬英九 到現在他們還是說馬英九就是 繼續跟他們促成 為什麼不要繼續來處理王金平的黨籍 最最後有他們 你看朱立倫有自己的做法 當時有高砂族的部落會議 希望各部落能夠成立部落會議 來促成高砂族的自治政府 結果Muken 地方法院說沒有耶穌立 但是你們有沒有聽過那個 司馬庫斯 新竹縣的司馬庫斯 我在那邊做教會的牧師 將近四年半 我開始去19 大概就十多十二三年前的時候 本來就三個家裡一起共同經營 我離開的時候就二十多戶 那現在將近三十多戶 共同經營 司馬庫斯 所以剛好那些的資源 有很多平地人 因為幫助肉小的高砂族的生活 很多教會也幫助他們 所以慢慢的改進 所以他們每一個都是共同經營 一個人他們的薪水一萬五而已 都一樣喔 都一樣一萬五 那但是生病就是這個社區 共同經營來付 教育費也是共同經營付 那我就跟他們說 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只要你們的身份證 只要你們 因為有幾個已經參加高級 五官過了 因為他們現在忙 所以有時候抽不出時間來繼續專訓 那他們有這樣的心 但是以後改變的時候 會更大的福利 他們也很高興說 哇這個福利 真的就是我們需要的 因為你看中華民國說 原住民主委員會 這個失業率多少 百分之十三百分之十四 但是真正對我們高砂族來講 應該是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失業率 因為高砂族的地方沒有經濟收入 只有靠天吃飯 所以靠天吃飯還好有很多朋友 有時候到山上那邊做民宿 或是多去很多客人 所以才會有一點收入 那不像公教人員 不像有的在平地有公司 你有上班 真的有固定收入 但是我們高砂族都沒有固定收入 沒有固定收入就是 他們都是這樣有工好做 這樣有賺錢 沒有工沒有賺錢 這樣的生活 我說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這個一定要改變 一定會改變 而且路一定會做得更漂亮 沒有偷工減料 不然的話要邊行 他們也知道這樣的信息 所以不是只有司馬庫斯 通常全台灣的高砂族保禄 也是一樣 所以以後你參加高級班完畢以後 有的可以考軍手 那有五官訓練 再參加專訓 大概在這個三月四月的當中 要加把勁 那有一天 你們如果到山上上班的時候 你們也要學習他們的為務 一句 兩句也沒關係 像阿密斯 我好 你好 像我們高砂族也要學習你們的為 有的高砂族也要學習 學習學和法 說學法 那這個都要互動 學習 所以你當長官的時候 你到那邊上班 一句 兩句 三句也不錯 來 這樣 哇 我們這個 我們的長官 都對我們很親切 這樣豐盛 我們的民間夫可以比較好 好 剛剛所談的這個選舉 還有會選 也都是中央委員會自己提名的 大家都高興 這樣好不好 好啊 結果都是 都是荒唐選舉 所以美國 美國就是說 奇怪 你們還有三十塊 還有政黨費五十塊 這麼好啊 難怪有的 上到幾十萬幾萬 這樣算起來 喔 企舊也是幾百萬 像總統選舉幾億 奇怪 這應該是 不是自己拿到的 應該要給建復 那是中華民國就厲害 專門找錢 抓錢 為了要養這個裝腳 不得不用這樣的手法 我們以前九十八十四 百分之九十 投票率那麼高 為什麼那麼高 不是只有錢 有的說 我不會驚 我不要去 那麼遠 從部落 一直到那邊 一點鐘 塞車兩點鐘 走路 一點鐘 兩點鐘 沒有愛 結果 那些工作人員 選舉人員 他們用 倒來咪花手 手花咪來倒 這樣按 用手 按捺住 當然 投票率很高啦 有不 對啊 自己蓋章啊 然後用手 以前可以用手啊 所以這個十個指頭這樣 很累 好像七天 幾十個 還是幾百人 這樣倒來咪花手 手花咪來倒 這樣一直 哇 疼 欸 真假是他們告訴我的 所以 碰到這樣的問題很可憐 那這兩點鐘 對 那兩點鐘 他們還是一樣 好 他們有的時候可以 我們看看 以前的中華民國 一九一七年六月 解散國會令 但是他們要恢復這樣的解散呢 等於是要恢復他們總統選舉 国会人数必须要达到法定人数5806个 有的不够 所以一个人五千块当会选 中华民国对开始 1922年就开始会选 在家近日 这样没怪都是会选 会选政府 没问题 我们台湾民政府 后面有双骨吗 既就二十年三十年没当算 成熟度到的时候 大概三十年左右 大家民主的观念 而且没有那种中华民国的痕迹流存的时候 那时候就可以开始 我们就当中你有参加议员训练 内阁阁阁阁训练 就是由你们来做 这样 所以议员 励告 还是 军修 这个都是都在筹备 所以 这样大家 我们继续打拼 好 所以这个从以前就已经选举这样的会选 你看这些的诈骗集团 这个才是真正的诈骗集团 有没有 乐视文 这些都是 到最后 有座吗 有座吗 都没座 难怪有高沙族说 我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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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一些的 你看他们中华民国领的 25年 27年 这个是预估的 那现在他们增加了 已经增加了 不拉这样了 所以 好像我们台湾人的路缸 大概一两百万而已 但是 他们是 几千万 现在已经几亿了 这个以前他们谈这个 郭瑶琪跟林玉士的问题 最后都没罪 因为没有人会选这样 因为自己发 自己的法院 有没有奇怪 一个法官 可以打几年 白雷法官 也可以打减刑 减刑 要减刑 可以 一个法官就可以判几年 然后另外法官可以判你无罪 全世界哪里有 只有中华民国才找到 所以 偶拜 我们台湾民政部就是 学习欧美的 有陪审团 不是只有一个法官而已 这个陪审团就来订订 那个主要的法官是 只不过主持而已 不是你有权利 判几年就判几年 好 你去那个南岛 赛德克巴赛影片的一个家乡 当李宏元当内政部长的时候 在这儿清净 我们看看这是清净民宿 清净农场 都总135民宿 那真的合法的 只剩下死而已 你看 然后 到今天呢 那些的农场都被一些的客人 没有排水沟没有弄好 所以有几个部落 真的拍水 臭嘎 闭闭毛毛 因为把那个农场的那些 所有的垃圾 所有的措水沟 就放在部落那边 因为部落的上方 民政府的时候要改 民政府的时候 这个都要改变 重新调查 这是他们自己的阴导的事情 现在有的 中国人 他们本来是说 要做自卫军 然后发现这批中国人 原来是用钱来去买这个武器 原来 这个三十年的奖金 吃掉了六千亿 这个是当时的算法 一直到现在可能不拉 不止了 现在 还有 有的是变相 本来一瓶八万块 然后他买了以后 他给第二代 第三代住下去 然后变成 荣民 所谓的荣民 实在实际上是难民区 荣民 眷属 然后公寓室 又可以转卖 这批不拉 落到八万块 要看什么地方 一瓶就有几十万 甚至有一百万 你看这些都是不合理 所以 而且还有上将 上将村 都是上将 不过 大部分的上将 企乎已经到 中国那边 买地了 买地 然后又便宜 难怪有什么 二奶村 三奶村 这个都是引诱 诱惑 一些台商的 要小心吗 台湾民政府 这件 不要说秘书长讲过 我们已经有 边刑 的条例 不要等到执政的时候 第一个被边刑 是从台湾民政府出来的 要小心 好 这些都是 以前过去的历史记载 你看他们 2011年 国防部发放退降临 40亿元年终慰问金 慰问金 常常不是少礼 都是退附会 退附会很厉害 在全台湾 特别在我们 古山族的地方 你有听到 漂流墓吗 红台是 漂流墓 奇怪 漂流墓 可以 很多 很整齐 从这边砍 然后这边剪 漂流墓的时候 本来漂流墓是 有根 有叶子 有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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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有时候 一直 颠山倒是这样下来 没 现在的方台是 很像 一直 很整齐 就这样 一直流下来 本来以前是 既 Gos 坚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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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现在没有 现在 可以 拍对 因為三老鼠幾乎退伏會的貢獻 因為他們不得不要砍 藉故枯倒樹木 在十幾年前 阿比總統的時候 他本來要成立 吉蘭山 伊蘭的吉蘭山馬告國家公園 我們就幾個牧師 然後幾個教會人士 然後我們部落的青年 去向內政部李英陽 市長李英陽他準備主持的時候 我們就把一些事情控訴起來 不能按照你們的意見 要經過台灣原住民的基本法 是要經過部落同意 才可以設立 但是沒有啊 還是沒有 結果我們就去了 還好他接納我們 有三十一個諮詢委員 那這個三十一個諮詢委員當中 我們十五個 大概十個左右 牧師傳道人 然後其他的青年 我們就跟流亡政府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拔給我 在那邊爭取我們自己的權利 結果有一次我就會說 請問一下中華民國來到台灣 你們所砍伐的整個的道林 不管是你們有栽種新的樹木也好 或是樹苗也好 你們砍了多少 本來不拿這個資料 結果下一個月我們開會的時候 因為我也是諮詢委員之一 我堅持要拿出這樣的證據 假如沒有拿出這個證據 我們不開會 所以後果會就拿出那個權利 你知道多少你知道嗎 在這個將近那時候 差不多是五十年左右的 在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時候 有六千公頃被砍伐 六千塊 六千公頃被砍 然後有一個地質學家說 只要一千多年的快木啦松柏 那是撤掉砍伐以後 七十五到五十年 廟後它的根會枯乾 然後一旦枯乾 我們紅胎來是土石流就下來了 這個中華民國還要賴我們高砂族 所以都是高砂族 都是你們原住民 所以高家來 我們差點拿槍去射 沒辦法沒有槍啊 不能死對地 弓箭這樣不夠 那邊跟槍不夠 然後才知道說 原來都是官商苟戒 所以那些漂流木 等到他們全部拿黑道拿實彈 刮沒拿實彈 不能讓原住民高砂族去拿 一國月後才可以公告一個月以後 才讓高砂族再去撿那個漂流木 到旁邊的漂流木 都五千都不見了 五千拿了 都不見了 然後就要約會他們拿去 那些剩下的 那些小的樹木 可以採燒的 我們才拿 所以這樣祈福 高砂族 哦 高砂族 台灣民政部 沒有這樣啦 這樣好不好 沒有這樣沒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很好 因為你跟我們參與 所以這些都是 有這樣的優惠了 所以今天這也是中華民國也已經侵入到宗教活動 也特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一直說台灣獨立 是這雙子沒有辦法獨立 因為日俗美戰 熟在日本天皇所有館 是美國總統 我有 那這些都是很清楚的 好 特別是因為 長老教會為什麼喜歡獨立 是因為 多一次請台灣國家聯盟主席要加穩 所以一直談這個台灣獨立的問題 但是不合 也不合國際法 戰爭法的規定 所以今天我們是 台灣法理 法理台灣 今天那些人都是這樣見抵台灣 都是用政治台灣的 好 所以台灣民政部是一條我們的外路 所以今天我們是很大工廠 有相信嗎 我們是定大 我們是分擔這個重大的工程 就是建造新的台灣 不是民進黨的新的台灣 不一樣 是真正正港的台灣 這樣好嗎 好 希望能夠繼續來 所以我們相信 我們參與台灣民政府 是有那些好學習的空間 必促 分享 心情 溝滑的地方 我們也相信這個就是 很好一個成長的學校 把社會的事實公正 能夠台灣民政府交代的一清二楚 用國際法 戰爭法 萬國公法 我們也快樂 生活的盼望 我們也快樂 生活的盼望 有人款 福利的地方 所以我們回到國際地位 正常化 日暑美戰 最好我們促進 台灣是日本的聯邦和邦聯 這樣是我們的願望 大家都說 奇怪 為什麼不能台灣獨立 我們有自己的台灣人 其實不瞭解國際法 萬國公法 日內瓦 和平條約 海洋室第四公約 都不清楚 所以今天我們來參加 一步一步慢慢了解國際法 不是只有條例 不是我們台灣人自己寫的條例 不是你我寫的 不是的 是真的 我們的 好 真的我們台灣 本土的人是為了全世界 讓全世界 能夠了解台灣的地位 是真的 是台灣人有自己主題 就是 自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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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 討論的 那些 或是對台灣民政府 所以台灣民政府 接受這樣的執政 的時候 成熟到可以長理所有 就變成台灣政府 那台湾政府以后就跟美国 跟他弄得清楚 因为打官司了 也打到法院的官司 而且这个官司是 有文号有案件的号码 毕书定能够牵动整个美国 所以我刚刚讲的真的是 我们的领导者毕书定 真的有够聚 所有的你看牵动了美国国务院 牵动了国防部 也牵动了美国总统 也牵动了所有有关单位的 一个人哪一个可以 好大来去控制美国 全世界都没有 所以我们分担 毕书定的路线 让我们继续围绕 我们的民政府 所以为什么会 我们今天要做了 除了继续训练以外呢 还是分担 来报告和我们的亲家朋友 你所了解 这边我们的少年人 你也FB 请求FBI FB 非死不可 好好去run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把你所知道的记录下来 把FB传出去 这样也可以做比赞 不要只有舍赞 用比赞就可以 那只要没有了解 可以跟你的同心 或是你每次到你那一周 要想想 整个时间 到你的酒 办公室 在那里面 去讨论 去讨论 你们所学过的 或是有什么困难 或是有什么问题 可以讨论 这样增加 你们我 的材败 可以了解 我们的台湾民政府 所以一直继续下去 让所有的人 能够往更正面的意思 前年 这是老生常谈 前年我去 17个人 在叛徒的当中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4.25的叛徒事件 那我们几个 秘书长夫人 我们四个人 就提早回来 那提早回来的时候 没有按着他们的时间 schedule 因为秘书长说 赶快回来 我们就先回来 近年被叛徒说 哇 你看 秘书长夫人 是中国间谍 中国特使 还有一个高杀 做个主席 我那时候当主席 高杀出的主席 也是中国的间谍 假如中国间谍 我回来马上被抓 对吗 对吗 今天是怎样 平安 安全 在你们的头前 奇怪呢 对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确定我们的路线 做正常化 正常化 所以我们来到 我们秘书长 这边学习 我们继续要学习的国际法 也包括战争法 马关条约 旧金山和平条约 海牙第四公约 第三篇 五十五条里面说 在占领地 整个不动产 森林农庄 都不能成为 你的整个的拥有者 你只不过是 暂时的管理而已 管理哪条 这写得很清楚 那海牙第四公约 第三篇那边说 被不能当作你的领土 这个是你不过 在占领哪条 不是你的领头 这个讲得很清楚 据说 你不是 你来到这边 是流亡的 你不能就地合法 称为你自己的所有管 但是今天 中华民国就是这样 有没有 过去中华民国 只要十年 十五年 还是二十年之后 如果没有人登记 你台姓登记 就是你的 是不是这样 特别高沙族的 很多土地都是这样 你二十年 二十五年 没有人登记了 你先登记 因为已经二十五年 二十年 没有人 没有人当作这个土地 你登记了 你的名字 就变成你的了 这个就是要让 中华民国要让 一般的台湾人 这就是你的土地 也是同样 我在台湾 中华民国在台湾 六十年 七十年 所以台湾就是我的 因为日本放弃 放弃了 这个错误的教育 都担在一般的台湾人 所以这些都是不正确 扭曲事实 扭曲属性 所以今天是我们台湾人 这样很大改变 就是因为我们 你我做很大的工程 所以像这样的事情 而且不能抢劫 这边也不能移转主权 这个是美国陆军总书 第六章第350条的明文规定 占领不能移转主权 这要记得 所以这样我们也清楚 这些国际法 这公约不是你跟人一人之间 乃是一个国家定位的 我们知道 拿破仑时代 1930到1940年以前 都是按着中国的占地为王 哪一个先占了 就变成你的土地 因为没人啊 是这些人没人啊 有啊 被你战胜了 被你战胜就变罪你的国家 这样拿破仑时代 现在国家领袖在那儿讨论 讨论以后 这样没合理哦 如果美国这样战胜为王 全部这样全世界一半 都是美国的投资 这样没合理 所以他们就开始检讨 对1930年和1940年 了后所有的占领者 不能移转主权 来玩就是这样啦 刚刚刚刚刚刚刚的那个 这个第六章第三百五十八条 所以不能移转主权 所以同样的 日内瓦 1949年日内瓦 第四公约 第四十七条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所以这个要写清楚 不知道 军事有抠吧 那我们看看 这个就是 我们都知道说 这是国家法 这是战争法的規定 那我们一定要清楚 日内瓦 1949年日内瓦 第四公约的四十七条 就是流亡不得就地合法 旧经商和平条约也是同样 讲得很清楚 1960年那边讲清楚说 FOMOSA根本没有移交给中华民国 而且1960年美国代表 也承认中华民国 与中国的合法政府 那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到1971年 被赶出去的时候 所以只不过是管辖 但是到了 这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 属于日本天皇 好 这个1945年4月1号 我们知道 这个1945年4月1号 是整个日 只有日本把台湾做主权的地位 以前的国家 对西班牙 荷兰 第四公 然后清朝 到 中华民国 都不知道 这个主权的管理 与地位 只有 日本 你看 从日本 1905年到 1915年 跟我们高沙族 特别作战 十年的时间作战 哇 有夠厉害的 高沙族 大家三个 本当 都形容 不晓得怎么形容 结果他们说 日本很厉害 他就召聚了 二十几个 各族群的头目 这样啦 来 休息一下 不要继续打 战争 我们去看一下东京的 所以二十几个头目 看那个打赤脚了 用自己的族群的衣服 到日本东京 去看 原来日本厉害喔 他就去让头目 去观赏 日本的军机 日本的国防 整个的 军事设施 结果很多 我们高沙族的头目说 我们只有一把剑 这样射 也射不到哪里啊 但是他们高射 把 我们一定不会赢了 所以那时候就 所有的高沙族的头目呢 开始凉了 而且他们有一个风声说 不可以继续喔 假如继续 跟日本作战的时候 我们所有被灭组 灭掉以后 我们的好歹 我们的好意就没了 所以头目说 对啊 真的呢 假如全面的话 没有亚富泄 今天是在你的头前 对吗 对吗 没有亚富泄 在你们面前了 所以 还是上天保佑 所以到最后就回来 他们就开始 把所有的 礼田 礼田啊 或是食物种什么了 种什么的菜 那日本都告诉高沙族 怎么过生活 因为我们都是打猎生活 这边打猎 没有了 就跑到那个打猎 然后另外 然后又到别的地方 所以我们那个部落都是 大概五六十年 一百年左右 就会换另外一个部落 所以为什么我们传统领域 那么宽广 就是这样 像移民一样 但是到了1945年之前 1937年 那华民化 开始教导 然后整个我们台湾的建筑物 都一期望了 所有全世界 不输给全世界 最好的建筑物 你看总统府啦 或是立法院 那整个大的建筑物 都是日本这样建筑物 一从对台湾头到台湾北 都是日本 好好地管理 好好地帮助台湾人 因为这个台湾人就是日本人 所以到1945年 4月1号 就开始糟糕 转世界 台湾就是我的 是有租款的地位 以前没有把台湾当作有主权 所以有很多高沙子说 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出来 应该所有平地人 听我们高沙主啊 原住民 因为我们这边是住了 一万年 一万五千年前 问题是部落部落 都是部落部落 没有整合啊 连一个族群也会打架 部落到部落 江族 也是台湾人 也有啊 都不能整合 像日本时代的时候 最后就整合了 所以公告 1915年 剩下一分钟 我前年去日本 跟那个 有一个日本将军 他讲 假如没有高沙主 我今天的命 不会保住 第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争 很多高沙主 打架沙口 就是拯救了 很多日本军官 他们牺牲了 所以他们一听到 打架沙口 真的是掉眼泪 真的是悲心 所以他们知道说 打架沙口是 很好的一个主权 不是只有打架沙口 你也是很优秀的台湾人 这样好吗 对 本土台湾人 都是优秀 在台湾民政府 带领之下 你我 可以参与 你有这个 使命 你有这么大的 工程 这样好吗 好 谢谢 感谢上帝 输赫人 可以继续 继续我们 你自己的 唱来 来合调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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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